你的生意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你是不是还愿意执着的选择小陈 小陈 如果你愿意回来 我愿意 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来 我不会跟谷大芬在合作 我只会跟他做朋友 因为他对我曾经帮助过 我不能做一个忘恩思义的人 我希望你回来跟我一起 来 谷大芬又上来了 来 你听一下 他刚才说的这番话 你想说什么 听着 其实我的话 其实跟你一样 都是发自一类型的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没来 但我还是站在这里 这样啊 谷大芬 你也照顾了他四五年之间 也执着地表达了四五年之间 虽然他并没有接受 对吧 但是作为男人公平竞争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背后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方式去排挤他 恰恰使得你的 对他在他心目当中的形象逐渐的降低 到这个时候 你真的应该体现出一个男人的胸态 就是向小陈道歉 你说呢 我这样想啊 其实这十万块钱 也不算是什么 但是我感觉如果他不接我这十万块 我的决定 也会改变 既然他今天都不敢来现场 我相信他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他不管来不来 我相信他都没有拿 拿你的十万块钱 因为 他现在确实是拿了 他有没有接受我们还不知道 不能凭你一个人说了算 好吧 对啊 找他 找他过来 行啊 所以你先下去吧 没事 你可以等着雨万亭 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等他 他是拿了 但是我 我想知道 他会不会站在这上面来 我想他不会 既然拿都拿了 我相信他不会拿你的 我希望 他拿了不会过来 也希望他真拿了 你让他自己去 那你这样吧 那你这样 站这 把第二次现场打开 小陈 你来了 为什么不出来啊 他拿了钱 你听到我说了话了吗 你说话呀 你好 清楚了 是小陈吗 主持人你好 请坐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我叫陈一军 我来自广东广州 我是停解的司机 接下来我提问 你回答 好的 第一 为什么躲在第二现场 不出现在现场 拿了钱 回答我 拿了钱 来 这是我的场子 这不是你的企业 来 回答我 我不想出来 为什么不想出来 不能再回避了 小陈 虽然我理解你这个年纪 可能会有一些懵懂无知 但是今天请你说出 你今天心所有的话 我今天是来 把那个十万块钱 还给他的 小陈你真的拿了 古大分十万块钱吗 小陈你出来好吗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听我问 你拿了十万块钱是吧 是的 你为什么要拿呢 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还呢 那天 婷姐跟古老板出去谈生意 因为喝了酒 等我开始去接婷姐的时候 婷姐已经喝醉了 然后 古老板就跟他坐在后排 我坐在了 前排 但是 我通过反光镜 看到 说 看到什么 算了 这个过去的就不说了 说 别乱说小哥 我看到 古大哥 搂着 听姐 亲了他 而 听姐没有拒绝 怎么可能 古大分 但是他当方便说 我再问你一遍 小陈 他当方便说 小吴迪万亭 是不是已经喝的 断了片了 没反应了 是的 当时 那他怎么拒绝 他已经不省人事 请问他怎么拒绝 是不是对 这是你拿十万块钱的原因是吗 不是的 当时 听姐喝醉了 古大哥就 找我 他下车跟我谈过 他说 听姐答应要跟他结婚了 而且以后就不用我来坐他的司机了 以后车会给他开 而这个十万块钱是听姐的一番心意 叫我以后不要在这里坐了 余万亭对于古大分一直以来的拒绝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小陈 所以你拿了十万块钱 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来还呢 他当时是直接打卡 他当时是直接打卡 就是转给我的 我不知道 好吧 你是否愿意来到第一现场 小陈 小陈 出来吧 单方面的 这单方面你得看 你自己看到了 他怎么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出来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也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 至于古大分我更不想说他 小子 你站出来 你既然站出来的话呢 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当方面的事情不要再说 如果他真是喜欢你的 他真喜欢你的 我求你 你让他让他自己说 他为什么要拿了十万 来来来 他可以不接受 他可以不接受 我们先理理事 我问你 四男人他让他出来 你上车之后 他趁你昏迷的时候 对你做了不礼貌的事 你姓小陈还是姓他 我姓小陈 你姓小陈 请问你做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实话 你做了没有 这话我肯定没有 真的没有 十万块我是给他 我问你 你亲了 菊万平没有 在他没有允许的情况 你亲了没有 是男人敢做就敢做 你下去吧 我真的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了 我告诉你 一个男人你做了 你不敢承认吗 不是不敢承认 我问你 你做了没有 我不是不敢承认 你做了没有 你做了没有 因为亲他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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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好吧 没有 你要 你要应不承认说 这没有 那我就没 无瓜可说了 因为 既然他能来 我不管他那个钱 要不要 要不要我给 反正拿了是拿了 他能站上来 他真的喜欢他 让他说出他有道理 我心服 你让他说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 你在这儿向他道歉 我觉得还是可以远的 否则的话 你以后跟余万婷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一落千丈 有吗 这个观念 我不需要在这边去表 如果他能真真 真的能站出来 他是真的对你是有心的 如果他真能表达得清楚的话 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是吧 我今天来的这一刻 我们为谷大峰谷歌长 另外 我再问你一下 亲了没亲 亲了没有 到底亲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 亲了没有 他把我拽在边上 小人是不是来 我不知道 他敢不敢出来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不想因为 这个状况 会影响到 万婷的感受 你想说什么 你到底亲了没亲 亲了就赔个礼道个歉 在这看 是吧 如果他退去 你还可以继续追求 如果他今天来了 你又放手 我肯定不会放手 因为我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 既然小成说来 我就不管 就是一妹一妹 如果他不来 我就站在这里 如果这样有的话 我坚持会看 小成上不上来 顾大哥 平日里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你把我当妹妹一样的看待 在事业上 你帮了我这么久 我真的很感激你 但是我今天 为了小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决心的话 你做不做都不重要 关键是你要有这样的决心 来吧 站到开启告白 这门的按键旁边 那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看看小成会不会勇敢的来到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按键 我只知道你会来的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吗 我和自己 终于等到你 是不是这样啊 你可以啊 我就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 但你发现古大风亲到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跳出来给他一卷 怎么说呢 我 不管古大风说了什么 我以后跟他断绝来往 以后我不再是你的老板 我要做你的女朋友 不会 来 站这儿吧 接下来是余万婷和小成的告白事情 你已经拒绝给我一次了 我们把钱还给他 以后 我们俩一起共同努力 好不好 答应我好吗 秦姐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是一个司机 我只能负责 借你上下班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我们两个是真心的 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你不要再去顾忌了好吗 答应我好吗 我 disbelief 汇 fr明大鲜 雨 明快乐 阿姨